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大家這麼興奮 蠻開心的 相信你們在暑假的時候應該過得都非常好 是不是? 有沒有過得很好啊? 有 聽起來沒有什麼朝氣的感覺 這個不太像 過得不好的舉手 奇怪了沒有人舉手 為什麼會回答不出來 我們這個學期的課 有老師來帶大家上一門生態與生命的通識課 那我因為在上個學期可能跑到那個 邊疆被發配邊疆去衝軍去了 所以這個生態有點受損 所以可能在學期上如果講話要很用力 所以在某一些的這種課裡面 可能我會比以往要稍微降低一點音量 但是我希望我能夠很清楚的來跟大家帶這一門課 那上這門課當然很希望我們要知道說到底我們這一門課是學些什麼 那很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我們在樓上的這個教室比較小 沒有辦法容納這麼多的同學來上課 所以我們就要換了這個教室來 有一點耽誤大家的時間 那在上課之初呢 我就放一部影片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在這兩年到這個被衝軍的地方 所拍的一些紀錄影片 我去大概從06年花了一些時間到青海 在青海湖旁邊在那邊工作 那青海湖呢其實真的以前是發配邊疆的那個地方 在早年文城公主啊 光是還沒有到青海他就已經看破一切了 所以在青海呢那個地方的生活的確是比較辛苦 第一個他的海拔高度很高 大概有3200公尺的這個基準 那你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到4000多到5000的那個海拔 所以氧氣的那個量呢就會不足 那因為他很開闊嘛 是高原 一望無際 一個青海湖呢 這個大小是4200平方公里 大概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八分之一 那你可以想像呢 他的這個整個面積啊 環湖一周 他們有這個自行車賽 環湖一周呢大概要360公里 所以你要講話要講話很大聲 所以因為這樣的那個聲音呢 當然就會比較不太一樣 那我們給大家看的這個影片呢 其實是在當地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生態 是一些從青海湖每一年在6月7月的時候 會從湖裡面上溯的一種黃魚 這個黃呢是三點水在一個黃地的黃 那這種魚類呢 它跟鮭魚的習性有點像 它本身呢在生活在嚴度很高的海水裡面 青海湖是一個這個鹹水湖 那麼它的繁殖的時候 就必須要上溯到河川的上游去產卵 那這個上溯的這個整個過程 其實跟我們以前念書 或者是所看過的一些影片一樣 跟鮭魚的這種回遊是一樣的 那因為當地呢也有發展農業跟畜牧業 所以蓋了一些水壩 但是這些水壩呢 就會阻礙了這些魚類的上溯 那老師在06年到西藏去開會的時候 那我就發現到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從07年08年一直到今年呢 我們陸續呢去當地幫忙 主要呢是幫他蓋一個 能夠讓魚過這一個水壩的一個魚梯 那這個魚梯當然對很多的人來講 它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工程的這個結構 但是在過去大家對這方面的這個經驗 比較少 所以在相對的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那我們因為有這方面的這個經驗 所以我就去提供這樣一個協助 那這個是在當地呢所做的一些紀錄 那這個紀錄呢也許 目前你看起來可能還不太知道說 到底他在講些什麼或者在紀錄些什麼 但是呢主要的是讓大家了解到 在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的生命 他們本身呢在生活的過程裡面啊 必須要非常的這個努力的力爭上游 那以前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常常都念到一個一門課啊 叫蔣總統的故事 說他五歲的時候啊在河邊 看到魚呢奮力往上游 所以後來就奮發突強 那當然這個故事呢對現在的同學來講 好像你們也不太上這個課了 那不過呢我覺得我們如果能夠 親身去體驗到某一些能夠讓你感動的 這些生態的這些現象的話 也許呢對大家來講也不如是一個很好 鼓勵你能夠努力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沒有辦法到那麼遠的一些地方 那個地方呢多遙遠呢 這個之前你們有聽過一首歌叫做 在那遙遠的遙遠的地方有沒有 就是在那邊 那個歌呢就在那邊寫的 那你沒有辦法到那邊去嘛 但是你能夠從影片裡面看到很多 非常有趣的一些生態呢 我相信對大家來講也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體驗 OK 我們要給大家看的這個部分呢 當然是在日後呢 我相信還有機會能夠放給大家看 我們還是應該要回歸到我們正確的這個課堂裡面 我們應該來跟大家講說 我們到底在這個學期我們應該要上些什麼 還有怎麼上 以及我們同學呢 可能必須要配合的一些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選這個課 對一開始的時候是因為實在是沒辦法 反正這個通識課一定要必修幾門的課 能夠選這個課呢 好像也是亂槍打鳥 勾到的就算你這個運氣好 勾不到呢就好像很失望 但是我們總覺得我們開這個課呢 是希望每一個同學呢 應該要從自己的學習裡面 能夠真正的有一些收穫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說今天如果上這個課啊 並不是因為你要補充你的這個通識學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通識學分通常不會很高 但是呢我們有把握也很希望我們在這堂課裡面 真正的能夠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過去在做生態研究的一些經驗 那我們在過去當然也做了不少的一些相關的研究工作啦 我本身原來在大學練的是水產養殖的本科 那後來呢這個轉向於做淡水魚的分類跟生態的研究 那麼一直到我在80年的時候考上高考 本來是分發到水產試驗所去了 那當時呢就覺得可能不是那麼的這個理想 所以我後來就放棄到教育部的科教館去服務 那在科教館服務的六年以後呢 我就發覺在公務員呢其實也是很難當 你現在看到很多的這個新聞就是這樣 動不動得救或者是無力感 最後呢我就放棄了就想說 好那我們就再繼續的去進修 那我在87年到92年呢 花了五年的時間在台大 其實也是在中醫院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在那邊進修 那本身所做的工作呢其實是很簡單 就是把一條魚的整個立腺體的DNA的基因組 全部把它定序完成 那這個工作如果是現在做的話呢 只要花一個禮拜就可以做完了 真的 可是我們在當年要花將近四年半的時間去做完 可見當時的這種條件沒有像 大家現在這麼好的這種條件呢可以做的 那麼之後我就到清華來服務 那在這一段時間我覺得是 我人生中最開心的一段時間 因為可以跟很多很多的年輕同學 一級的成長 那我們當然在主要的自己的工作裡面 除了做一些原先自己所學的一些工作以外 其實還有不少的一些成長的工作了 那我把一些我在上課的這個資料 還有我們個人的這個網頁的資料呢 其實在這一些裡面呢也都放在這個上面 會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裡面呢有關於課程的網頁資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沒有連線我等一下下一堂課的時候呢 我再連線跟大家解釋 我們這堂課呢會把我上課的資料 包括上課的投影片 我講解的錄音 全部都放在網站上面 那這個也可以讓大家呢 未來再回去的時候 譬如說我上課 如果放的投影片放的太快了 你也可以回去再去查看 我原來所講的一些投影片 那另外呢我們的一些作業或者是講義呢 我都把它放在這個網頁上面 那希望同學呢可以來這個利用 那我個人呢主要的這個研究呢 當然你也會很好奇說 到底我們在這個學習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到底主要做些什麼 我主要的這個工作呢 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呢是在於 魚類的分子親緣關係的研究 也就是說我們在 了解這個生物彼此之間的一些親緣關係啊 可以用分子的技術去定性跟定量的方法呢 去了解彼此之間的一些親緣關係 我們每一個人呢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個血緣關係嘛 你這個血緣關係到底要怎麼樣去這個研究呢 有很多很多的這個方法可以來做的 這是我們第一個所做的這個研究的這個項目 第二個呢是在魚類的生態 還有呢我在這個 核川生態工程的這個部分 是我的主要的工作 那我們所謂的這個分子系統學 也就是利用分子來做親緣關係的這個研究呢 其實是利用DNA的比對去看 我們彼此之間的物種他們的這個親緣關係 那以往呢假設我們沒有DNA或者是一些利用基因的這個技術 能夠來做物種的比對 通常都是用型態 比如說你如果想知道你的這個親近的人是誰的話呢 通常都是用外型的去比對的 比如說我們常常會有一些的比對的這個特徵 不曉得同學曉不曉得 我們從這個腳開始談起好了 你們的腳指甲 你們洗澡的時候呢 有沒有去戳你們的那個腳指甲 所以戳腳指甲的最後一根的小指甲呢 會有兩種不同的類型 一種呢是平的 會非常的漂亮的這個指甲 就像我一樣 另外一種的那個指甲呢 是會分成兩半的 這個指甲呢中間會裂開來 這個指甲呢 這兩種類型呢 基本上呢是有血緣的關係的 通常呢如果這個指甲是裂開來的話呢 就表示你是漢人的後代 那如果是你這個指甲是非常平的話呢 就像我一樣呢 就是這個原住民的後代 我是平埔族的第四代 那你可以想像 為什麼這個指甲呢 就可以 現在不要去脫鞋子 你們可以看到你那個沒有穿鞋子的人 還可以看得到 可是因為這個只是其中的一個 這個特徵而已 我們還有其他的特徵啊 譬如說我舉一個那個例子 現在是夏天嘛 我們都穿短袖 你們有沒有看到你的這個手的 這個這個位置 手背的這個位置 如果你這個手背的位置呢 這邊有一道 好像是這個掛橡皮筋勒痕 勒了一條一條線的 有沒有 有的請擠手 好 恭喜你們 你們呢 是好人的後代 你不曉得 像老師呢 老師沒有 所以以前我的祖先呢 到底犯了什麼錯 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這一些的這個特徵 是具有一些這樣的一個意義呢 因為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有一條這個線啊 就表示是好人的後代呢 其實當然都有典故的啦 就是以前呢 有一個土匪 跑到四川去啦 他一開始呢 非常潦倒 那非常潦倒呢 他就 他就這個 四處去跟人家乞討 去找人家幫忙 可是呢 在當時的社會裡面呢 其實 能夠伸出元首的人呢 其實也不多 可是呢 他這個 當時呢 潦倒到四川的這個鄉下的時候呢 就有這個當地的農夫啊 就伸出元首 就幫他忙 那 他呢 就當然就非常非常感激啦 之後呢 後來他就變成一個大土匪 在中國呢 一個非常有名的這個 張志成 非常有名的這個土匪 那這個土匪呢 他當時呢 就非常氣恨說 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啊 都欺負他 所以他就發誓要殺騙天下的這些人 對不對 好 那當然他呢 帶了很多的這一些 這個徒子徒孫啊 就是說啊 好 我出去了看到人就殺 但是呢 他就交代說 有一種人啊 是不可以殺的 就是對他有恩的這個好人 那這個怎麼認呢 就是看你的手背啊 這個有沒有這一條的這個勒痕 這條勒痕當然你用畫的就畫不起來 對不對 好 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 那有這一條勒痕的人啊 在當時的這個土匪作亂的時候呢 竟然是可以躲過一劫 對不對 所以你們回去呢 應該跟你爸爸媽媽呢 這個 告訴他說 喔原來我們都是好人的後代 所以更珍惜一下自己有這麼一條的這個特徵 對不對 好 好 那你可以想像 我們身上的這一些 不管是手背的勒痕啦 腳指甲啦 你的毛髮啦 你的耳朵啦 我們耳朵的形狀啦 都有很多很多的這個形態呢 是拿來當做我們了解彼此的這個親緣關係的一個很好的特徵 可是如果我們真正要去計算說我們的這種親緣的這個關係到底是有多近 事實上這些特徵呢 是很難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這個訊息的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用更好的一些方法 就是用DNA的這一些分子遺傳的這個技術呢 就可以來當做一個很好的這個參考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在生命科學研究裡面 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當然所做的就是去畫出來一些生物的這個譜系 來看看哪一些的物種的關係的遠近 還有呢他們關係之間的一些這個狀況 那我們從這裡面呢當然就很清楚的 可以了解到有哪一些的這個這個工作 是可以發現出很有趣的這個結果出來 比如說我們在過去我們呃 曾經做台灣非常有名的這個台灣櫻花高穩龜 在大甲溪上面的這種冰河掘椅的這個魚類 那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說原來我們的這個櫻花高穩龜 是從日本北方在冰河時期遷移到台灣來的 那我們甚至也可以知道它來到台灣的時間 大概是在八萬到十五萬年之間的這個時間 那麼這樣一個技術呢當然很重要的 可以知道我們在台灣呢 有很多的這些生物它的來源 比如說我們在第二個這個種類叫台灣台丘 這個是我們後來給它的一個名字啦 我們覺得這個名字啊非常符合我們現在的這個環境對不對 我們常常說我們是台客 所以我們就給一種魚叫做台丘 這個台丘呢你就想說喔這個又寫台灣台丘 那一定是台灣特有的這個種類對不對 事實上呢在以前我們的確是這樣認為的喔 這個就是我博士論文的時候所做的那一尾魚類的這個 立腺體的基因組的這個種類 那等我們做完這一些的這個DNA的分析以後呢 我們就發現到其實不然 這一些的種類呢它本身的這個最親近的這些種類呢 是來自於在福建沿海在近江到福州之間的這個整個沿海地區 是跟我們在台灣呢是有最密切的這個親緣關係的 那我們在做這個工作裡面呢當然有很多非常好玩的一些發現 對不起這個 在做這些的這個工作裡面呢我們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這個發現啊 就知道說台灣的這些生物 到底它的最親近的這個血緣關係 還有呢 我上次跟家務主講說我的電腦實在太老了 應該要補助一台這個新電腦 上課才不會這樣常常出問題對不對 好我們在做的這個工作裡面呢 其中主要的這個工作就是做這一條魚的這個整個DNA的這個分析的工作 這是老師在博士班的時間花了五年的時間做出來的 那這個工作當然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啊 就是當時在全世界都還沒有人能夠把這個魚的這個基因組解出來 那我們呢能夠學到這樣一個技術呢當然是非常的開心 好那之後我們再運用這些的技術 我們來做了很多的後續的一些這個應用 譬如說我們當時在台灣呢有很多的這種養殖鰻魚的這些行業 那養殖鰻呢我們都要從海裡面去撈一些的小的蠻苗 這蠻苗都是要從海裡面或者河口的地方撈的 那有很多的生意人就很壞 他們就會想說我就去到國外去買一些很便宜的這個蠻苗 把它混沖在我們非常高價的這些養殖的蠻苗裡面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這個養殖戶損失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那時候大家都沒有辦法從外觀去判斷他們的一些差別 那還好我們當時就是因為能夠利用DNA的技術去做物種之間的這個鑑定 所以我們在那個工作裡面呢幫忙了很大的一些養殖的這個工作 同時呢我們也在當時就發現到 原來在台灣呢還可以看得到一種全世界過去呢大概有六七十年來 從來沒有發現過的這個蠻魚 那這個蠻魚呢我們在發表這個新種呢 就是用我們清華申科院的創院的院長的名字來命名的 我們叫黃氏盧曼 也是我在博士班的那個指導教授了 那這個工作當然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你用分子的這個技術你可以做到的這個工作呢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你可以去做物種之間的這個鑑別 你可以去探討生物跟生物之間他們的親緣的關係 他們的遺傳的距離 他們的演化的這個整個路徑 甚至我們也可以去利用這些技術 去了解到在自然的環境裡面整個生物地理的這個關係 譬如說我們在台灣 我們就非常有趣的可以看出來有一些很有趣的這個生物地理的這個區隔 譬如說我舉一個最有趣的這個例子 我們在校園裡面你常常都看到早上有很多這個鳥就會叫你起床 這個鳥最多的就是白頭翁 有沒有 有沒有人這個看過白頭翁看過幾首 還不到十個人看過白頭翁 很可惜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來做一個這個小小的這個作業 今天下午等一下下課的時候呢 回去路上就找找看我們學校的這個白頭翁在哪裡 瞄他一眼把他的形狀把他畫起來 看他有什麼特征 第一個你就認識了第一種很很很 校園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鳥 我們呢就從學校認識學校的鳥開始呢 可以來學生態 也可以來了解這一些的這個生態上的一些差異 非常非常有趣的 因為同學從來沒有看過這個白頭翁呢 讓老師覺得不可思議 白頭翁呢在全台灣整個這個島上呢應該是分布的這個數量 僅次於麻雀跟鴿子的這個兩種鳥類最多的那個鳥喔 那這個鳥的分布呢其實非常的廣泛 但是呢他在自然的分布裡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 他的分布就只有從中央山脈以西的這些地方 是他原來的分布的這個範圍 原來在中央山脈以東的花蓮跟台東兩線的這個地方 還有包括屏東半島的這個位置啊 這些區域呢是另外一種叫做烏頭翁的故鄉 你們有沒有聽過烏頭翁 看過幾首 都沒有 有啊只有一個同學看過 這個同學應該加分 至少他看過全台灣兩種很有名的這個鳥了 那這個這個烏頭翁呢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他原來在分布在台灣平地裡面 唯一的一種台灣特有種鳥類 台灣其他的特有種鳥類 全部都是分布在台灣中高海拔的山區的 平原地區只有這麼一種烏頭翁 是台灣特有的鳥類 這兩種鳥一種白頭的一種黑頭的叫烏頭 就是頭黑的嘛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之間呢就非常有趣的 有一些血緣的關係 同時呢在自然的這個分布裡面 又跟著這個中山脈的這個分布呢 會劃分為一邊一國 一邊住在西部的另外一種呢住在東部 那這種呢就是所謂的生物地理學 也就是我們如果能夠知道 哪一種生物它的自然的分布的這個界線 把台灣的這個地理做一些的區隔的話呢 那這種的這個區分啊其實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 同時呢它也告訴我們在過去生物的演化跟分布這個 擴散的這個過程裡面 它們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在學生物地理裡面 一個非常有趣的一些這個能夠告訴我們的故事 當然也不是只有在台灣只有東西的這個區分 其實也有一些南北的區分 比如說我們在學校宿舍啊 常常都有晚上就會有一些你的宿舍的好朋友出來 會呱呱呱呱呱會叫的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聽過 晚上你當你那個夜深人靜的時候呢 他就會出來叫 是在房間裡面爬在牆壁上 也可以爬到天花板上去的這個小動物 是什麼 對了 壁虎 有沒有看過 有看過舉手 同學都看過嘛 好 你們看過的這個壁虎啊 這個會叫的舉手 好 手上這樣 你有看過那個不會叫的壁虎舉手 也有齁 好 為什麼這個壁虎不會叫 你看過的壁虎不會叫 不太確定 不太確定喔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這個 這個現象喔 如果你是住在大安西隱南的 住在中部台中隱南的這個區域的同學 你們家裡面的壁虎一定是會叫的 真的喔 如果你是住在大安西就是苗栗縣以北的這個地方的家裡面的壁虎 有一些的壁虎呢是不會叫的 那你覺得很奇怪 我們是清華的宿舍的那個壁虎都在叫啊對不對 有沒有 你們的宿舍有沒有在叫 有沒有壁虎 蛤 你們的宿舍有壁虎啊 那很好 假設沒有壁虎就很糟糕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表示有毒對不對 有壁虎呢它是一個很好的環境的指標嘛 好那這個為什麼說我們在原來從苗栗以北的這個地方的壁虎 是不會叫的 而我們的就發現啊 在學校裡面會叫的 這些的這個壁虎啊都是從南部移民上來的 你曉得嗎 真的喔這個不是老師這個瞎掰的 現在在台南大學有一個生態學院的這個院長 他當時呢是 也是我們曾經在我們學校兼任 擔任過生態學的通識課的這個老師啊 這個正院長呢他是做壁虎的權威 那有一次呢他在演講的時候呢 他就有人問他說 他就跟人家講說 大安系以南的這個壁虎會叫 大安系以北的這個壁虎呢是不喜歡叫的 那有學生就問他說 沒有啊我們家的那個壁虎呢都會叫啊 後來呢他就問他說 請問你們是這個從哪裡 你們的故鄉在哪裡 後來那個同學才跟他講說 他們是前幾年從南部呢搬家到這個新竹來的 那搬家的時候呢就把很多的那個 南部的壁虎啊就把他帶到北部來 所以這個是北部的壁虎呢 會叫的這個原因 你真的不相信 好那我們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來做一個這個小小的這個功課啊 你今天回家的時候啊就寫個信 寫個信給那個台南大學那個政院長 你問他說你是不是講過這個故事 真的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能夠證明說 這個我們新竹的壁虎 是從我的這個南部的老家搬上來的呢 如果我們今天有有這樣子的一個疑問 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呃 證明他的確是這個這樣的一個講法是對的 如果我們今天出一個這樣的一個題目 假設你們以後要練研究所 那研究所呢假設你要來練這個生科系啊 說不定你就可以做這樣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啊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辦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DNA的這個技術 因為每一個地方的生物它在長期的演化的過程裡面 它身體裡面的這些DNA的遺傳密碼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檢驗說 誒我的身上的這個DNA 跟哪一個地方的這個物種之間的這個DNA的這個排列的這個順序 是最接近的話呢 那它呢 絕對是這一個物種跟另外一個地方的這個物種之間 有非常密切的這種血緣關係 這個呢是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些科學根據 那麼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很多的這個相關的研究囉 我再透露一個很小很小的這個秘密給大家 你知道很多的這個壞人啊 常常呢這個殺人的時候呢 就把人啊就拖到這個墳墓堆啦 草叢裡面啊 就往這個這個裡面呢埋起來對不對 神不知鬼不解 最近不是昨天的報紙在登這個事情嗎 說一個警察呢還想要教他的這個兄弟啊說要怎麼樣這個殺人滅屍 哇這個台灣啊這個報紙看到的都覺得很難過對不對 好 可是呢很多人都以為說啊 我今天呢如果做了這樣一個事情好像天衣無縫 其實不然 我們現在呢在非常多的形式的鑑定裡面 就是利用這一些分子的這個技術啊 可以從你的出去到回來的這個過程當中 在你的身上找到非常多的知識馬跡 可以知道你到底去過哪裡 你相不相信 你出去的時候 你到野地裡面 你可能會碰到很多的植物 你會碰到很多的動物 甚至呢你身上也會沾滿了很多的花粉 你也會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這些生物的訊息 會留在你的身上 這個時候呢我們的形式鑑定的專家 就可以從你身上所留下來的一些知識馬跡 從這裡面呢就可以判斷出來你到底去過哪裡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我們現代的科技裡面 非常非常這個發達的一些地方 那當然這個東西不能講得太詳細啊 否則的話呢你一定會這個淹滅證據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你說啊老師教壞你們 所以呢這一點很詳細的這個細節的部分 我們就不要講 你要這個避免說啊留下痕跡呢 最好的一個方法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對了就是不要做 你就不要幹壞事 就不會留下任何的這個不好的這個痕跡對不對 好這個DNA的技術呢 就是因為有這麼樣子的厲害呢 我們當然就可以來做非常多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研究工作了 第二個呢我們當然也有很多的一些在科學上的一些進步 能夠讓我們在做很多的相關研究上面 有更好的一些這個方法 能夠去解釋以前我們所不知道的一些生物學的這個這個秘密 或者是一些生態上的這個秘密 舉個例來說 我們在這個材料科學上的這個進步 我們很多的顯微鏡跟很多做一些材料分析的這個能力 越來越進步以後呢 我們就發現到 原來在一些生物的身上 都會有一些 整個生命過程的一些記錄器 會把它記錄在他的這個身體的一些組織裡面的 比如說我們人 我們人呢你們常常可以看得到了 像我們的一些硬組織 比如說你的指甲 你的毛髮 都可以告訴我們 你過去呢到底生活的好不好 比如說你摸摸看你的指甲 假設你的指甲呢是很圓很平的話呢 就表示你過去呢是身體非常健康 假設你的指甲上面有凹凸凸凸凸凸不平 或者是有一些的這種不同的顏色 它呢其實代表著你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可能有很多的這個時間 有一些比如說有壓力啦 有生病啦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這個指甲呢就會留下很多的這個痕跡來 那當然也有一些的這種壞事呢也會留下來的喔 比如說在之前有一些的這種吸毒的人 像有一些人被帶到警察局去的時候呢 警察呢為了要這個驗他有沒有這個吸毒 用什麼方法呢 第一個驗尿 在我們的血液裡面或尿液裡面 會留下很多的一些化學物質 第二個呢有很多的毒品 會沉澱在我們身體的硬組織裡面 比如說我們的毛髮 警察呢他們把一個這個壞人找來的時候呢 就拔他一根頭髮 就拿去檢驗了 就可以知道 這一個人呢到底在什麼時間 吃了 喝了什麼樣子的毒藥 利用一根毛髮 就可以這個檢驗的出來 你的時間 跟你所做的這些行為 那你可以想像 那以前就是有一些這樣的這個 這個嫌疑人啊 警察如果要去抓他的時候呢 他呢就想說那很簡單嘛 我就把頭髮剃掉 剃光頭 有沒有 以前我們在這個新聞裡面有看到對不對 可是你剃光頭有沒有 就能夠逃避這樣的檢驗呢 沒有的 比如說你的指甲 你的指甲呢 還是一樣會留下來 這樣的一個毒物的成績的 那你說我把指甲拔掉 不會嘛對不對 縱使你拔掉 還是淹滅不了你的證據 了解嗎 好那最好的一個方法 要逃避這個避免被抓到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 課毒藥 了解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些的 這種的分析裡面 其實非常非常厲害的喔 那我們呢就利用這樣的方法呢 來做哪一些的實驗呢 我們在過去因為材料科學的 這個發展裡面啊 我們就發覺非常棒的 我們以前知道我們的這個魚 像我們的魚 或者是像我們人啊 其實身體裡面 有這個維持平衡的這個內耳 對不對 我們的內耳是三個半規管 所這個組成的一個平衡的這個結構 那這個內耳裡面啊 在魚的身上呢 它的這個內耳的腔裡面呢 是有幾個很小的顆粒的一些 這個硬的硬顆粒 這硬顆粒呢 它的結構有點像洋蔥的這個結構一樣 會一層一層的這個包覆的 所以最後呢就像 類似像一個這個洋蔥的這個球一樣 那這個這個球呢 它的成長是每一天長一輪 以前我們念過書呢是知道 如果我們把樹木這個橫剖開來 你可以看到樹的這個連輪 是一連長一輪對不對 可是在魚類的這個頭的這個耳食裡面啊 它是一天長一輪 那一天長一輪呢 甚至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一輪呢是在哪一天長的 哪一天的哪幾點鐘的時候 長哪一個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材料科學的這種研究裡面呢 非常厲害的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如果是用比較小的倍率來看的話 你大概就可以看到魚呢 在從出生以後 它的成長 它的這個成長 這個是它的連輪 那這個連輪呢 如果我們再把它放大 用電子顯微鏡來看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每一天長一輪的 那你想我每一天長一輪 我就可以知道 這一個這條魚呢 出生了這個幾天了對不對 這只是從現象裡面知道 它是長幾天而已啊 可是更厲害的是 我可以去分析到 哪一個輪的這個位置裡面的成分 這些的成分呢 如果今天它是生活在不一樣的環境裡面 它所吸收沉澱的這些 這個物質呢 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 如果今天它是生活在海水的環境 那海水裡面的元素 跟它到淡水裡面來的這個元素 一不一樣 就不一樣嘛 那我們呢 當然也可以做這樣的實驗喔 比如說這個是我們在過去實驗室裡面 所做的一個實驗 這實驗呢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在海水的環境裡面的時候 它所沉積下來的元素的組成 跟它跑到淡水以後 所沉積的這些的元素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呢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可以知道 這一種的生物是 從幾月幾號的時候 從海裡面跑到淡水裡面來 對不對 這個是千真萬確的 我們就利用在材料科學裡面的 電子維碳影跟S光的掃描 就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分析了 那你想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有時間 又有成分上的一些對比的話 以後呢我們就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就把那個魚啊 養在某某工廠的排放水的門口 那只要不要 只要那個魚啊活在那邊啊 它就會很忠實的 把它的這個工廠廢水的排放的紀錄啊 都把它記在它的腦海裡面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工廠呢 敢不敢排放廢水 它當然不敢啊 對不對 那你想說那個魚好可憐喔 都要躲在這個廢水的那個地方 可是這個當然是一種這個實驗的那個設計啦 那實際上這一種的這個工作 是不是真的有做的呢 有的 我們有很多的這種檢驗 或者是很多生物的一些偵測的這個方法 就是利用這樣一個技術來做裝置 你說老師那我們為什麼不要裝那個電子儀器 電子感應器呢 來這個替代這樣的一個生物的偵測呢 事實上 電子的感應的這個反應的能力 目前都還沒有辦法超過生物的這個靈敏度 我們一般生物的這個靈敏度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如果說我們沒有這麼高的這種反應的話 有時候是來不及的 譬如說 我們現在在這個全世界 最怕的這個問題啊 最怕的這種這個麻煩呢 就是不是只有什麼地震啊颱風啊對不對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是恐怖的行為 譬如說有恐怖分子來這個放炸彈啊 或者是丟毒藥啦 這個時候呢所發生的這種這個引起的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喔 在過去我們在 在有很多的地方都有這種的這個擔心就是 譬如說如果我們今天是有一個水源地 那這個水源地呢 萬一被人家下毒的時候 可能所影響的這些人的性命啊是不得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怎麼辦呢 我們就用這種的生物的這些偵測的方法 可以能夠非常快速的去知道我們到底這個環境呢是安全的 或者是有問題的 那這種呢都是很多老祖宗的這個智慧呢 能夠幫我們做這樣的一個這個服務的 比如說以前如果是去挖煤礦的這個工人 他們就知道說他們要進礦坑的時候呢 都會提著這個一個籠子養的這個金絲雀 那金絲雀呢到這個礦坑裡面去 那你想說到那個礦坑裡面還要去賞鳥 其實不是這回事的 他做什麼用 你們小不小的抓一隻的金絲雀到礦坑裡面去做什麼用 主要呢是偵測這個礦坑裡面的這一些有毒的這個氣體 譬如說像液氧化碳啊 這個濃度呢會不會這個過高 如果呢這個金絲雀突然在籠子裡面非常不安穩 在那邊飛來飛去撞來撞去的時候呢 這個礦工啊 這個丟下工具啊馬上就逃出來 因為他知道這個礦坑裡面的有毒的氣體已經非常高了 像這些的這個這樣子的一種生態呢 其實在我們現在的科技裡面 就有很多的這種應用性的 那麼這些呢其實就是我們在近年來 利用這個科技的一些進步裡面所發展出來的一些研究工作 那我們當然這些的工作裡面還有是實際上應用到一些環境保護的這個作為的 比如說我們有在為了保護河川的這種環境 我們要去做很多的一些工程 那這個工程裡面怎麼樣運用生態的一些智慧 會讓這個工程能夠做得更好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後面呢有做很多相關研究的一些這個成長的一些地方 好 那這些的工作呢當然就是老師過去所做的一些經驗了 那我們就很希望我們把這些學習到的一些經驗呢 能夠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 就是讓大家覺得說生命還是很有趣的 你不會覺得說生命這個無趣 或者是整個這個生態呢 你也不知道到底怎麼樣的一個這個有趣的地方 或者是你覺得有沒有什麼這個重要性的地方 那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話呢 事實上有時候你生活上呢就會碰到一些的這個麻煩的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上這一堂課很重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在上的課裡面有講兩個很重要的這個觀念 一個是生態一個是生命對不對 那生態呢是講些什麼 那生命又講什麼 你們在選這個課的時候到底這個有沒有先了解一下說 到底這個課念的生態念生命有什麼想要問些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了解些什麼東西呢 譬如說像問生態 我們在我們在講到的這個生態裡面 到底講什麼 我們來問那個廣告 廣告住在那裡 生態是講什麼 來 來 大聲一點 生態在問什麼問題 生態在問什麼問題 答不出來老師不跟你加籤喔 跟你開玩笑的 其實在我知道廣告這個很害羞 其實所謂的生態 它其實講兩個不同的這個元素 一個是生物的元素 一個是環境的這種自然的這個元素 如果我們今天去問這個生態 譬如說為什麼我們人可以活在這邊 為什麼這一棵植物可以長在這邊 其實呢就指的這個生物的這個生命的這個生物的元素 會跟環境之間的一些比較密切的關係 那這個是一個我們在生態學裡面在問的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這第一個很重要要問的問題 第二個要問的是生物與生物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可能會有不同的這個生物的種類 或者是生物的個體之間的一些相互的關係 這個就是生態學在問的 那生命呢 如果是生命呢 講什麼叫生命 今天有哪一些同學要加籤的 舉手 好來我們來請教你 什麼叫生命 對對對 Live答對了 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 因為Live他們聽不懂 因為Live他們聽不懂 其實生命呢 蠻重要就是一個生物在它的生活史裡面的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裡面其實都是生命的一些表現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的所謂的生命的這種起頭 就是從一個受精卵開始 開始去分類 分類很多的不同的很多的細胞 之後呢這個細胞分類到某一個程度以後 它就會開始分化 分化呢有的會當頭 有的還會當腳 那一輩子只好認了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生活上 所碰到的一些這個情形 包括你來這邊上課 在那邊後面打瞌睡 也就是生命的一種對不對 你沒有聽到老師講那個有趣的生命故事呢 其實呢就是浪費生命對不對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教室很舒服啦 不過在這邊休息一下 休息個兩個小時 回去呢很認真的在那邊打電動 也是你的生命 好那這個生命的這個關係 跟生態之間的這個關係呢 事實上是很密切的 我們呢通常是要了解到 這一些的這種 不管是生態或者生命的 這個彼此之間的一些現象 同時要去了解到一些相關的機制 這個機制呢其實是 我們在上這堂課裡面 遠比告訴大家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現象 要來得更重要 所以我們在這個課裡面 為什麼我們會特別的去 希望能夠去把很多生物的 整個生命的一些 整個運作的這個機制呢 能夠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或者是能夠從這裡面呢 去了解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這種 這個奧秘在這裡面的話 對大家呢不無這個幫助的 那很多當然我們要去了解到這些的這個生態 你可能呢必須要像我們經常的 比如說我們經常的到這個各地去旅行 這個是其中的一種的這個方式 去了解到這些不同的這個生態 比如說像這個是我們到這個西藏去旅行 你看看到那種整個喜馬拉雅山的這個地方 你就發覺說我們只要走過一遍啊 可以學到的這些東西 遠比我們在課堂裡面 在那邊念了一個學期的課 或者是看十本書 可能都還要來得多的 那所以我們在古人就跟我們講說 學習自然啊其實不要靠書本 所以也許我們哪一天啊我們的課 可能就搬到這個戶外來上 我本來在這個學期呢想要安排一個這個課啊 但是不曉得能不能成 我還不敢跟大家打包票 我們要來教大家爬樹 你們有爬過樹的舉手 好這個有一半的同學有爬過樹 爬過樹呢是去摘芭樂呢還是摘芒果 還是去爬那個很高很高的那個大樹 我們所說的那個爬樹呢是利用繩子 這個爬到差不多十公尺高以上的這個樹梢上去 這種呢才叫做爬樹 這個爬樹呢我們在新竹呢有一些的 其實我們的學長姐啊他們在外面推展這種爬樹的運動 這個其實也是一種這個體驗非常棒的 哪一天我們就到外面去上課呢 說不定呢會比在這個課堂內吹冷氣呢要來的更有趣了 好那當然這一些的這個自然的環境裡面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這一些這個風土人情 你可以看到有很好的或者是你覺得很好奇的這種自然 比如說我在06年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也是有一點點這個好奇心作祟 因為當時呢這個青藏鐵路剛開通 那很多的老師呢就說那我們要開會 我們就是不是就做青藏鐵路呢到這個西藏去開會 那就是跟著這樣的一個好奇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就到這個西藏去開會 那西藏呢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這個環境 它的這個不管是在自然人文地理上面 其實呢都有不一樣的這個 有別於我們在台灣的這個環境 你當然在那邊可以看到有非常特殊的 比如說有這些的這個高原的冰河 冰川或者是這個中年積雪的這個整個山脈 當然也有一些的地方呢會發現到 也有非常豐富的一些生態自然的環境 跟我們是很像的 譬如說我們在這個西藏這個地方 有一個藏南啊 有一個雅魯藏布江大轉彎 要接近到印度的這個地區啊 你到那邊去的這個海拔的高度 大概在3000公尺左右 我們到這個地方去的時候 你看到的這個自然 好像跟我到和歡山去的那個感覺啊 一模一樣 你就覺得很奇怪 你看到很多的生物啊都很面熟 比如說你看到植物 我在台灣可以看到高海拔的這個冷山 可是想說冷山只有在台灣的這個地方都有啊 我到福建啊廣東啊這些地方去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看過的 就沒想到呢 我們在這個青藏高原的這個山上呢 竟然可以看到這一些的跟我們很像的 當然也有一些的這個環境 是完全跟我們不一樣的 譬如說在高原上面 一些所謂的森林界線以上的這個環境 有不少呢其實是一些的動土 所謂的動土呢就是中年節動的低溫的這個環境 通常這個植物呢都長得不太好 只有一些小小的草 或者是一些的這種地衣之類的這個環境 那這些地方呢 人的居住呢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我們卻有很多的這個人 或者是有一些的動物呢 就生長在這一些區域 那我們在這個區域裡面 如果你稍微有一些的這種破壞 通常它的影響呢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當時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啊 就很擔心說 人去開了一條青藏鐵路 那這個青藏鐵路開通以後 會不會對整個這個自然生態呢 產生很大的這個破壞 這個其實是非常多人擔心的這個地方對不對 那我們根據我們的了解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整個青藏鐵路的旅行裡面 其實我們發覺啊 這個鐵路還好是在近代才開的 因為現在呢這個 中國的經濟還有它的整個技術 還有它的觀念 其實進步了很多又很快 所以在很多的這個環境保護上面 像他們這些的這個動員的 直升副一的工作 其實做的是相當不錯的 好 這是我們在做野外的這個這個學習裡面 你能夠知道的一些這個有趣的 你自己覺得從哪邊去過你就會覺得很新奇嘛 可是實際上我們對自己的生活的這個周邊 也有很多的這個環境 我們應該要更珍惜 同時也要去了解它的 大家以後都有機會會出國 比如說你到國外去留學 或者去旅行的時候 常常人家都會希望你能夠自我介紹啊 說你來自台灣 那台灣有什麼這個有趣的地方 或者是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如果我們今天問你的話 如果問你的話你要怎麼跟人家講 我們今年有沒有那個四年級要畢業的同學 有沒有 你馬上要出國進修啊 這個時候你怎麼樣跟人家講說 我們來自台灣 你跟他講說台灣就是一個寶島 寶島就是台灣 這樣的話人家就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對不對 你一定要跟人家講說台灣很厲害啊 好 那哪一些厲害的地方 有沒有人願意這個試著來看 我們這個台灣有什麼很了不起的地方 來我們試著想想看 有沒有人願意我們這個鼓勵一下好了 如果這個 你能夠講出台灣很厲害的這個地方的 我們就給他加分來 有沒有 台灣呢到底你們的森林的覆蓋率是多少 對非常多的這個國家的人 他們如果知道你是生態學家 或者是你們是講的是在生態的保育上面 他們就會問你說 你們的國家 整個這麼一個這個國家裡面 你們有剩下多少的這個森林 你曉不曉得我們台灣的那個森林的覆蓋率 不清楚啊 紐西蘭呢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好 那請問台灣呢 有沒有數學系的 有沒有 你先想看台灣會比他多還比他少 這個很簡單啊 如果你猜猜多的話呢 就至少百分之五十是對的對不對 對不對 台灣的這個自然森林的覆蓋率 會不會比紐西蘭還要多 贊成會的舉手 這些同學啊對台灣還是有信心的 起碼呢都會知道台灣的森林覆蓋率呢 是比紐西蘭還要好 紐西蘭在我們的印象裡面 是一個天堂之國 從來沒有戰爭過的這個國家對不對 雖然說死於戰爭的人很多 真的喔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一些沒有戰爭沒有戰爭的國家 可是卻死了很多人 比如說澳洲 紐西蘭 戰爭都沒有到他們那個國家去喔 可是死掉很多人 好 那這些地方呢 他們人家就說好漂亮喔 我這個蜜月旅行的時候呢 一定要選這個紐西蘭對不對 紐西蘭真的很漂亮 非常值得大家去的 但是他們的森林覆蓋率 遠低於台灣 大概只有我們台灣的三分之一而已 台灣的森林覆蓋率可以達到將近百分之六十 你相不相信 這個很了不起耶 這個很了不起耶 在全世界你看到那麼多的這些國家裡面 有這麼好的一些森林覆蓋率 就表示我們的森林是很棒的 很多人說沒有啊 因為很多的山老鼠在那個山上偷砍樹啊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啦 有啦 可能有幾隻老鼠 但是呢 絕對不會說啊 就影響到台灣的那些森林覆蓋率的這個比例 那這個就是台灣很了不起的地方 整個島上面你可以看到 有三分之二的這個山區 只有三分之一的這個平原的地區 其他的地方都是山地 雖然這個山地呢 當然也有很多的這種危險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後面呢 會跟大家介紹的 像我們這次八八水災的時候 我們南部呢 整個很高山的這些地區 有很多這個崩山啊 很多的這個土石流啊 可是這些當然就會影響到台灣的這個山地的 這種整個森林 但是那個是一個很自然的這個 這種狀況 我們其實也不用太過於這個擔心的 好 我們剛剛同學有講到 台灣呢 從平地到高海拔 這個整個變化裡面 有非常豐富的不同的這個生態系 可是 如果我們要更淺顯的來跟大家講呢 你說台灣有什麼了不起 你就可以講 我們在台灣看海不要錢 你說看海有什麼這個不要錢 有什麼這個了不起的 沒有錯 有很多的這個大陸型的國家 你如果說我要去到海邊去散步 去看海 絕對沒有台灣這麼方便對不對 我們台灣呢 不只是看海不要錢 甚至呢 我每一天都可以在這個海邊呢 看到日出與日落 請問你們有看過在海邊看過日出的舉手 你看只有不到十個人 奇怪 其他的人都沒有看過日出 是因為睡得太晚嗎 不是 因為你們是住在台灣的西部對不對 絕大部分呢 是可以看到落日 但是沒有辦法在海邊看到日出 但是在台灣 你如果要看到日出跟日落 其實很簡單啊 你可以在一個地點 你就可以同時看到日出日落 譬如說像恆春半島 假設你們有去參加這個春天吶喊的話呢 你不要這個早上睡不 這個爬不起來 早一點呢 就到俄蘭比公園的這個設頂 或者這個俄蘭比的這個附近 你其實就可以看到一些 從太平洋日出的這種景象 那這個當然對我們在一個島嶼的這個環境裡面 也許是很簡單的 但是你想 如果我們再加上另外一個條件 譬如說 我們早上在海邊看日出 我們中午呢 可以爬到三千公尺的高山上去吃便當 之後傍晚呢 再回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看這個日落 在全世界大概找不到第二個地方 你可以想像 這麼大的一個這個變化 竟然在一天當中 我們可以從這個東海岸 爬到高山上面 之後再回到西海岸的這個海邊來 這麼大的一個變化呢 你可以走過的這一些的變化 事實上大概就從 等於從台灣走到北海道 再回來的這樣一個路程 所看到的那個生態系呢 就是有點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變化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個這麼小的島嶼 可是呢 因為它的這個高度啊 一個非常高的這個高山島 所以它的這個整個生態的變化呢 非常豐富的 所以我們要能夠從這個裡面去學到 出去旅行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到有很多非常棒的一些生態的這種現象 去尋找在不同的地方所看到的不同的生物 那我們在看這些生物裡面 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夠去體會 對這一些不同生物他們的生命的一些這個奧秘 或者是他們在某一些地方的這種感覺 比如說我們常常會發覺說有一些生物啊 它能夠生存在很特殊的這些環境裡面 都有一些很特殊的適應方法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也是這幾年才比較清楚的 就是在東北角有一個龜山島 龜山島這個海底的熱泉噴出來的這個水溫呢 會高達到110度的這個溫度 那這個海底的熱泉的附近呢 就住滿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螃蟹 你知道螃蟹怎麼那麼笨啊 去找一個這個水溫110度的地方 你不小心一下燙一下就變紅了 對不對 那不就完了嗎 可是這個螃蟹竟然呢 就住在那個熱泉的旁邊耶 沒有被燙熟耶 你知道為什麼原因嗎 有沒有那個那個物理系的同學 為什麼螃蟹在110度的地方不會被燙熟 我們普通去吃火鍋的時候呢 那火鍋的那個水沒有很燙啊 你把那個螃蟹丟到那個水裡面一下就變紅了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這個奧秘在裡面的喔 那一些的那個螃蟹的這個生態 其實就是一個我們這幾年才比較知道 像這些非常特殊的這種生態在台灣 有很多的這個例子喔 我們在耳後呢會跟大家做介紹 那我們在這一個課裡面 會來跟大家介紹什麼叫做生命 譬如說 以前我們在升科系的這種 這個同學啊 在剛開始考到清華來的時候 他到我們的系裡面來啊 就是剛開始念啊 就想說生命科學 非常棒的一個這個很熱門的這個學科對不對 可是來了以後呢 就越來越覺得好像我看不到生命耶 做實驗啊 從沒有看到什麼叫生命對不對 拿起那個飾管啊 就看說這個飾管啊空空的 如果他能夠看到東西啊 通常都是雜質 譬如說我們要抽DNA啦 這個存化DNA的時候呢 這個DNA啊 這個透明的 你看不看不到 我們呢 都是只有假裝他在啊 就一直這樣做下去這樣子 事實上他是在 但是看不到 可是因為你看不到這些這個DNA的這個東西啊 所以你就覺得做實驗 好像覺得好像跟我學什麼叫生命的感覺啊 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有一些同學呢 就會比較這個 越來越這個沮喪 想說我都沒有看到這些的這種 這種生命的存在的話呢 不知道要練什麼 可是慢慢的我們在做的這個過程裡面 事實上你怎麼去了解到生命的確是存在的 我們很多的生命的東西啊 是沒有辦法很清楚的跟人家做解釋的 在中國裡面或者是所有的人類的歷史裡面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很多的很玄的東西對不對 中國裡面就有很多這個玄的不得了的這個東西 譬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醫學啊 叫做針灸 你們有沒有去給人家針灸過 有沒有 有沒有 有給人家針灸過的幾首 只有差不多20個 你們其他同學都還沒有這個 嘗試過中國很厲害的針灸的醫學啊 非常厲害喔 真的 老師沒有沒有幹你們 不相信呢 去給人家扎看看 你想說那個針扎下去 一定這個血啊 就是要噴泉 要噴出來啊 或者是那個扎下去呢 可能只會痛而已 可是怎麼能夠治病呢 中國的針灸啊就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譬如說 我們呢 很多的人的這個經絡啊 他到底怎麼運行 你怎麼樣 在哪一個地方 可以治病 或者是 可以知道你的這個身體的這些狀況 這個就很厲害 那 有一次我到新竹的一個很有名的這個 這個 針灸的師父那邊去啊 他就問我說 他說 曾老師我知道你是清華的教授 所以呢 我就要考你一下 說你曉不曉得 那個中國的針灸是誰教的 你沒有去去給人家針灸過 你曉不曉得 針灸是誰教的 扁鶴很有名對不對 可是扁鶴他怎麼 他怎麼會會針灸的呢 我說我不知道 我們課本沒有教 老師從來不講 後來那一個針灸師父啊 他就洋洋得意 他說我來跟這個教授講 你知道針灸是誰教的嗎 他說是外星人教的 你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 那個醫生真的是這麼跟我講的 我當然不相信啊 我怎麼可能會相信外星人說 來教那個中國人那個針灸 可是他就講說 我們中國人啊 在這個發明針灸以前 有沒有這個解剖刀 你能不能把人的這個身體的這個經絡 神經的這個系統都能夠這個 像我們現在的科學一樣 我們現在有叫系統神經 系統與神經科學研究所對不對 像我們系裡面啊 我們有一個這樣研究所 我們呢現在只會把果蠅的這個腦的神經啊 把他的這個整個結構呢 把他弄得很清楚 到現在呢還沒有動到人喔 你想想看我們現在這麼厲害的科學 對人的這個神經的這個整個系統 都還不是很清楚的 你想想看幾千年前 我們祖先怎麼在沒有這些工具以前 怎麼就會知道我們人的這個經絡 這個就是他說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工具 沒有這樣的一個知識的情形之下 那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外星人教的對不對 講這些我都不相信啦 到現在我只會給他針灸 但是講外星人的這個故事呢 我還是不相信 那你說那什麼事情你會相信 比如說我們常常講人啊 有很多的這個靈魂啊通靈啊對不對 以前我們生命科學系啊 一開始的時候 外界的很多的朋友都說 你們唸的大概就是唸那個什麼生死學啊 連那個通靈的這種科學 我說不是啦 我們其實是很科學的 用數學物理化學的一些基礎 在唸這個生物學的這種 希望能夠了解一些生物學的這個奧秘的 好那你說如果你 你聽人家這麼講 講說可能是外星人教的 你當然不相信 你如果沒有親身的去接觸到 這種的這個現象的時候 你的確是不敢相信 可是如果你有經驗 你就會發現到 我們還有很多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些地方 是我們現在的科學沒有辦法解釋的 譬如說我在十幾年前 曾經有一次在東北角出了一個大車禍 那開車結果被一輛那個 載木材的卡車啊壓到 壓到以後呢整個人啊這個 我的脖子斷掉了 我的這個身體啊有好多處 好多處的這個受傷 那我就被做那嗡嗡的 就跑到這個長庚醫院去啊 住了八天 結果回來的時候呢 你知道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叫我要去帶一個警圈 說以後呢千萬不能跟人家吵架 如果要上車要先讓人要先上車 這個不要跟人家急 這個什麼要去看電影啊或是什麼 他說很危險因為頸椎斷掉了 可是你想一個人呢如果你的頸椎斷掉以後呢 你的人生就天天帶了一個黑 一個頸圈啊在那邊路上走來走去啊 實在一點都都這個不是彩色的對不對 直到一個月以後 我們有一個化工系的這個學長 他在他還沒畢業以前就跟我講說 老師你們常常出野外難免呢都會碰到一些這個跌打損傷啊 他說如果有這樣的情形的時候呢 你就到台中去找一個師傅啊 幫你們的這個治療 他也沒有給我地址也沒有給我電話 我說好好好就這樣 反正同學嘛很客氣啊對不對 那你就跟他謝謝啊這樣沒有什麼壞處啊對不對 可是過了一個月以後我還是很痛啊 那怎麼辦呢 我就想起來說欸好像我這個同學呢 有這個告訴我要這個去找台中的某某人 可是台中那麼大我到哪裡去找人 我就想起說喔原來他的爸爸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中興大學的一個教授 所以我就打電話去跟他要這個資料 要到資料以後呢我就馬上到台中去 找到一個人 那個人呢比我還要年輕喔 他就幫我把脈 中國有一個很厲害的醫學叫做把脈 有沒有 我們在中國的這個把脈啊 是一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個這個技術喔 他幫我把脈的時候那一個人就跟我講說 你的右邊第三根肋骨是斷的 如果你今天聽到這種話你會不會相信 你當然不會相信啊 不要這個不要用這種那個什麼 虎人的方法跟我講我的右邊第三根肋骨斷了 如果你那麼厲害的話呢 那比這個照X光還厲害啊對不對 為什麼在長庚呢 就沒有沒有看出來我的那個肋骨是斷的 那我就半信半疑說 蛤真的我的肋骨是斷的 的確是喔 我第二天啊就非常不信邪 我就跑到省立新竹醫院 那時候還不是鼠立醫院的時候啊 我去找一個骨科的大夫 那個骨科的大夫啊 他的醫學院畢業 他說哎呀鄭老師你那個身為大學教授啊 還會被這種狼中欺騙喔 他說狼中都有很多辦法 讓你相信你的骨頭是斷的 那之後呢 他說我就用這個方法 把你這個骨頭接回去對不對 那他說你不要相信啦 那個這種的事情怎麼可能呢 那我說不過我還是想要這個 證實一下我的那個骨頭是不是斷的啊 他說我不跟你照 他就不跟你照S光喔 那時候那個醫生就當然就很生氣嘛 他說大學教授還這麼這個愚蠢啊 這個還被一個沒有 那個台中那一個人只有念小學畢業喔 那時候你知道我們的年代已經到國中了喔 那個國民教育到九年了 他那個竟然都沒有沒有念那個國中的 那一個人呢 他是跟你講說你的骨頭斷了 你怎麼會相信他對不對 他是覺得很好笑 可是我說我這個很固執啊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是要去我們老師那邊進修嗎 就要挟他一下 那個醫生說喔是喔 你是那個老師的學生喔 他說好啦好啦你要去照 開單子跟你去照 照回來一看 肋骨啊第三根的地方真的是斷 欸 你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他會光是把脈 就知道你的肋骨是斷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這個 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 但是再講下去了 講到六點都沒有辦法下課 我們大家不相信 覺得說怎麼可能你的把脈 你就知道你的身體的哪一個地方出問題 欸這個就是中國的醫學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辦法用非常非常好的科學 可以去證明過去我們經驗累積的這種智慧呢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可是這個事情如果你發生了 真正去體驗到說 人是可以有這種能力 或者是一些超能力幫你去治療這樣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了解你的狀況的話 你自然而然就會開始相信 是的確是有這一些的超能力的這個存在 那這個更厲害的是 你知道他那個肋骨斷掉以後啊 他幫我接回去啊 那接回去呢是一直到過了差不多四五年 有一次呢就跑到那個學校運動會啊 去參加拔河你知道 拔河啊結果那個繩子一壓 又把那個肋骨這個壓斷掉了 那個被我太太罵的罵得很慘啊 不過後來呢其實又沒事又好了 那這個這種的事情其實我自己的體驗呢 我就覺得說哇 我們的確是有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一些這個能力存在 那這個人呢更有趣的是 你知道他幫我這個接回去這個肋骨啊 最後呢我們當然 我的身上的那個受傷啊 包括肋骨啦 肩胛骨的那個脫臼啦 還有我的頸椎的這個斷裂啊 他說啊那就幫我貼膏藥啊 貼好幾塊的膏藥 總共貼了六塊的膏藥 那六塊的膏藥 好像不得了了這下子呢這個 不知道要花多少錢啊 他說喔這個多少錢呢 一片膏藥五十塊錢 六片你貼了六片呢算你五塊 算你五片的那個錢 兩百五十塊 兩百五十塊呢 那我就想說喔好理家在啊 否則的話呢你不想要包多大的紅包啊 在台灣啊看病有一個很不好的這個文化 就是常常這個醫生不跟你講 說你要付多少錢對不對 都叫你說你隨便包一個紅包 我就不知道那個紅包要怎麼包啊 還好他就說欸兩百五十塊錢 那你想兩百五十塊錢 在我們以前看醫生呢 通常會問說欸那我可不可以 兩天後再來看看這個結果 是不是這個身體真的有沒有互聯對不對 那那個人就跟我講說 好就好了還來看什麼 我說喔這個人真的很有個性 欸果然就是這樣子 我的身上的那一些車禍的傷就好 我今天跟你講的不是推銷那一個人啊 很厲害啦 而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可以想像你從把脈上面 可以知道你身上的哪一個骨頭 第幾節是斷的 你可以想從我們已知的科學裡面 事實上是很難想像的 它呢是這種的東西 以我們來說 我們大概都把它歸為叫超能力 這個超能力呢 其實就是很多在生命裡面 我們常常會碰得到的 我們這一個這一些的工作裡面 也是有很多的這個 必須要從這一些地方呢 慢慢去了解以後 你常會覺得說 喔原來呢 你如果是 像我們原來到這個 醫院裡面去治療 醫院也沒有辦法把我的這個斷掉的頸椎 接回去啊 也沒有辦法把我們的肋骨 接回去啊 所以在之前呢 也有很多的名人啊 曾經這個肋骨斷掉了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個名模 一個非常漂亮的這個名模對不對 你們知道 有一次他呢去拍戲好像騎馬嘛 掉下來 那他呢 後來還用那個飛機送他回來 當時我有一個衝動 我說欸 打電話跟他講 你只要花50塊錢喔 說不定就可以把這個肋骨的那個 這個斷掉了再借回去了 但是我不敢打 因為我有點害羞 那這一些的這個 這個感覺 如果你今天 有這樣子一個了解的時候呢 欸 你就會覺得 原來我們在非常有名的醫院 沒有辦法把我們的這種傷痛處理好 可是我只有花這個一點點錢 卻能夠把我原來 可能會認為我一輩子 非常這個嚴重的一個這個傷害 把它解決的話呢 你當然就會很開心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人生呢又回到彩色了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 我呢 可以做很多非常有這個意義的一些事情 那這些工作裡面 當然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這個學習啊 不僅是去理解到說 欸 好像有一些老師會講那種 奇奇怪怪的那個特異功能的東西 大概不會啦 我講的呢都是非常科學的這些東西呢 是希望你能夠從科學的這個理解裡面 慢慢的去知道一些生態的這個狀況 或者是你能夠知道一些生命的這種的機制 我們呢後面呢會跟大家講到的一些 包括像我們最近發生的一些這個事情 譬如說在上個月的這個 摩拉克颱風來的這個水災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會跟大家講 你這一些的這種生態的問題 跟生命之間有哪一些的這個關聯 這個呢其實在後續的地方呢 是會來跟大家講的 我用一個非常有趣的這個例子啊 也是我在去年問過很多上課的同學的一個這個例子 就像我們生活的周邊 就像我們這個戲館的旁邊啊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在戲館的旁邊 現在有這個這個行道 我們學校的這個附近就開滿了這種花 非常漂亮的這個黃色的這個花 有哪個同學知道這個花的這個名字 知道幾首 這個只有一個同學知道 哇好可惜喔 我們知道了就給他加分 你們要不要知道這個這個名字啊 非常非常漂亮的這個樹喔 你來這邊總要認識一種動物啊 一種植物嘛 我們剛剛講到呢 這個講到認識白頭翁 我老師沒有準備那個圖 不過你們回去呢 在路上呢這個找一找好不好 那這種的這個植物呢 是我們要認識的一個第一種的這個植物 它叫做台灣卵樹 台灣卵樹是一個在我們每一個學期 開學的那一個禮拜 會開花的植物 那你想這個會開花就會開花 管它在哪一個禮拜開花 有什麼這個差別 是啊是沒有什麼差別 可是呢它卻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這種 這個我們要學的這個對象喔 我們在學習的這個 這個整個學年裡面 通常會有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這個開花呢 就是畢業典禮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鳳凰木開花對不對 鳳凰花開 你就覺得說啊畢業到了 可是在我們學校裡面 我們的鳳凰花是幾月的時候開呢 幾月的時候開這個鳳凰花開 五月要畢業的時候對不對 其實不對的 我們學校的鳳凰花呢是亂開 真的啊 它上個月也開啊 對不對 它有時候到十一月的時候還開啊 那你就覺得很奇怪 它跟這個台灣藍樹呢就是不一樣 台灣藍樹呢是一個非常這個 堅守原則的這個植物喔 它呢只有在開學的時候開花 開花呢一定是先開紅色的這個 黃色的這個花 之後呢它就這個慢慢的 它的這個花呢就會開始的變喔 從黃色的花一直變變變 你看到那個樹梢上面好像看起來像 像那紅色的這個花 事實上呢它不是 它不是花 紅色的這個已經到果的這個階段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 它的整個變化在自然的環境裡面 會隨著時間來慢慢的去 去這個變化它的這個整個生理的這個週期 比如說它是在九月的九月初一定是開花 之後呢慢慢的會這個結果 那這個顏色呢會從黃色變成黑 變成紅色 紅色呢變紫色 紫色最後呢就變黑色 你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這麼規矩的這一些的植物 那這種植物呢其實它是屬於一種叫無患子的這個植物 無患子呢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表示呢它非常會結種子 這一類的這個植物呢就有這麼厲害的這種 這個能力啊就會結很多很多的種子 那這個早期呢我們台灣呢常常會拿一種的這種無患子 就真正的是無患子它秋天的時候會變這個很漂亮的這個紅葉的 那種無患子拿來當肥皂 我們以前在台灣話叫deko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聽過 我們現在的這個肥皂呢就改成叫薩紋 早期叫deko deko呢就是一種無患子的這個植物 那這些植物呢它本身非常的有趣的 會從剛開始開的是全部都是很細的黃色的花 慢慢的會結成這樣的這個果實 那果實的這個表面呢它本身是變成紅色的 那這些的這個變化呢事實上就是一個這個很有趣的這個整個生命的一些這個變化 問題是我們今天去看這一些的東西 看這一些的東西到底它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要告訴大家的 你今天有我們認識兩種的講過兩種的花 一種是台灣卵樹 一種是這個鳳凰木對不對 好這兩種的植物我們請問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這個差異是 為什麼台灣卵樹會在每年的9月的這個時候開花 那以前的鳳凰花呢是在5月的時候開 可是現在亂七八糟了11月也開 那到底這一些的這個植物發生了什麼問題 出了什麼狀況 或者是它的開花呢是受到什麼樣子的一些這個機制去調控它的 譬如說你們今天看到它開花 為什麼它一定會在9月開花 你們有沒有想過 都沒有嘛對不對 我想以前很少人會說 老師我們這個功課很忙 那個你趕快下課啦 還有一分鐘就要下課啦 我們才沒有那個時間去想那種 為什麼花會在這個禮拜開對不對 沒有錯以前通常都不會去想的 我們上這堂課一定要想 如果你不想的話趕快退選 你想這個花在什麼時間開 有用嗎 有的 非常非常的有用 你們回去的時候呢 想一想 為什麼 這個台灣藍樹的花 會在9月的第一個禮拜就開花 好不好 很重要我們下個禮拜的時候呢 再來問大家可以嗎 好我們呢後面呢有幾個 這個很重要跟大家有關係的 我們這個學期希望呢 我們同學能夠去這個 多吸收一些有關這方面的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要請大家看一些的影片 這影片呢不是在上課的時候播放 我們可能會找一個時間呢 譬如說晚上我們找一個地方 像我們在這邊放給大家看 這個包括很有名的這個兩部 國家地理頻道所播放的這個 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還有一個冰原意象 這是很棒的這個影片 第二個呢是我們希望同學呢 如果你不太喜歡看電影 沒關係我們在學習裡面呢 很希望你也去注意到我們學習的環境的一些生態 比如說你去看到我們在校園裡面 有哪一些很有趣的這個生態的現象 像我剛剛提到的鳳凰花亂開的這個這個現象 這個其實也是讓我們去理解到 我們現在的這個整個地球的環境 氣候呢逐漸在改變 對整個生態呢其實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那我們希望你看過的這樣子的不管是影片也好 或者實際的去觀察這個生態呢 能夠有一些的心得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學期呢會請大家做的 好這些的工作裡面我們在整個學期呢 有安排了一些的這個上課的這個順序 這順序呢在我們的這個上課裡面 有時候呢會因為我們在這個上課的過程裡面 可能有一些的調整 比如說如果哪一個部分同學可能 這個接受的這個速度比較慢的話 我也許會再講的比較詳細一點 所以這些的這個基本上 我大概是用這樣的這個方式呢來授課 那其中有一週10月28號呢 那一週因為老師到這個中國去參加一個高校的 田野實習的這個會議啊 所以我們那一個禮拜呢老師沒有辦法上課 那所以我就把那一個禮拜呢 當作是我們期中考的這個期中考週 那有兩個那個考試的這個時間啊 這個時間呢其實考試的這種內容應該是 就是我們上課來問大家的一些觀念 這個比較這個簡單的這個東西 我呢平常會有一些的這個水塘考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的 我們這個台灣卵樹它可能會開花對不對 開花呢其實就是繁殖的一種的行為 那開花的時候它呢到底是受什麼樣子的一些環境的因子去影響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我們在學習裡面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這個這個例子了 所以我們呢就很希望我們應該從這樣子的一個這個例子裡面去學到我們在未來有機會能夠去認識在你的生活的周遭的一些生態現象 或者是我們自己的像我們國家的產業裡面也有很多是跟這個觀念是有關的 好不好 好我這個這個禮拜呢就跟大家這個講到這邊 那我們也很希望我們在後面的這個這個上課裡面 會開始從生態學的一些基本概念 還有我們怎麼樣去做生態學的這個野外調查 還有呢我們怎麼去了解到我們像念生命科學系裡面去問一些生命的機制的最重要的一些概念在哪裡 把這些的這個地方呢慢慢的來當作像講故事一樣呢能夠講給大家聽 好那這個是我們在這一堂課的這個第一堂課的這個東西 我們有一個要順便跟大家講的我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我們的這個上課的這個網頁啦 對不起我們的網路線啦我一開始沒有把它接上來 我下禮拜再跟大家講我在這個這個建立一個網頁 我們要請同學呢上去這個申請帳號 未來老師上課的這個內容全部都會或者包括這個投影片呢都會放在網頁上 同學呢可以上網去點閱或者是像教作業啦問問題啦 做一些討論的這個東西呢都在網頁上 網頁會有兩個還有一個備份的是在學校的教學網頁上 一個是我自己的網頁會有兩個不一樣的這個地方 那上傳的這個一些的資料的部分呢 大概都上傳到我個人的這個網站上會比較方便處理 好不好有沒有問題我們第一次呢跟大家上課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我們就上到這邊謝謝大家 我們下個禮拜開始還是在這邊上課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